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 无从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 指尖的樱花如是泄水的烧花 疯狂的热爱夹带着纹芽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 一路升华 一路升华 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 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 安静的夜晚 他们是小石头和孩子们的合唱馆 对然后在这里我们一边一边介绍 刚才在这里有一位偏偏少年对不对 大家都叫他小黛 小黛对刚才给我们吹陶笛来着呢 然后现在就在我们的台侧 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妈妈 然后特别是小黛要跟大家说一下 他很特别 新兴的孩子 对 新兴的孩子 对我们把掌声送给他 谢谢小黛 还有小黛的母亲 谢谢你们 感谢 我们也稍坐休息 第一次我知道 我可以跟安静老师合作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期待 因为 跟安静老师合作 实在有太多的风格 和太多的可能性了 所以我们就 我们也互相丢歌 我们丢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然后最后就是这首《一路生花》 这首歌就很像一个春天 然后我觉得我们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音乐 去给一些朋友 去弥补一个春天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们的未来 其实都是靠孩子 所以孩子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希望以及期许 也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这世界上 很多人曾经都被音乐 治愈过 那今天我们如果可以 把这一首歌 再往外地去扩大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首歌 它就起到它最大的作用 而且它都值得了 所以希望 就像深深说的 就是像春天一样 对 希望每个人就可以 都一路生花 对 我觉得很用心 他们希望有一些 小小的人群 会被关注 我觉得这就是 有意义的歌 和有思考的歌者 在背后送出的能量 谢谢 谢谢 谢谢冰冰老师 谢谢 最后一季的 我估计也是最后一次讲话了 最后一期 最后一期 可以 好 我们有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 我们要随时保持元气 要保持自己的状态 温和滋补 东阳光仙虫草 谢谢先生 是这样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两个声音 然后今天我真的到最后 闭着眼睛听 是一个人 真的是能感受到这种 焦距在一起的声音 和焦距在一起的情感 所以感恩有音乐在我们的人间 也感恩有音乐在我们的心里 谢谢 谢谢崔迪老师 听完两位老师的声音 再加上刚刚的笛子的声音 再加上小朋友的声音 真的是非常感人的 然后我刚刚还观察到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好蕾老师呢 他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时候 常常舒一口气 今天的体会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 切切实实地有收到这些祝福 就感觉好像 听到我们这首歌的所有的听众 他们都可以欲勿勿开 欲云云散 一路生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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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浩迪老师 谢谢 好了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安杰了 送给我们的周深 至此 周深 张绍涵 在我们天赐的声音 第三季 全部的表演 已经结束 谢谢你们 让我们欢迎 天赖之声 周深 推荐金曲为周深 康姆士乐队合作的 特不乐 一扇一扇亮晶晶 好想你的身体 我说想你很想用无辜的眼神 谎话说 自我 你就像一个魔戒一样 只要你一开口唱 就相当于我戴上魔戒了 然后我就去了什么地方 他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谦虚 低调 非常有才华 和有思考能力的一个歌手 获得荣耀金曲的是 胡远斌周深 带来的 谁 当玫瑰花瓣落下的那一刻 当玫瑰花瓣落下的那一刻 我们真正的看到两个玫瑰少年 在台上的绽放 荣耀金曲是周深和盖周延 带来的玫瑰少年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身上 不同的那个地方 然后 反正但是你要学会站藏吧 首先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 但是呢 我很感谢天赐的声音第三季 因为虽然大家每个人压力都非常大 但是我在天赐的声音 找到了很珍贵的一个东西 叫做信任 而且世界上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别人懂你 但是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这个舞台上 被感觉自己被懂了这个感觉 好像重复了非常非常多次 我真的希望我们日后 我们不一定会在哪里见面吧 但是也希望我们所有人 都真的能够一路升华 不管是不是经过多少的故事 在你人生中 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 我都希望你一切多好 我一切忠于自己 然后永远都不要听别人 说什么 谢谢 谢谢 谢谢安教阿老师 谢谢 谢谢